陳述法師他自己寫說 那位信徒在繼承土地 因為那個土地價值大概三十億 繼承土地之後會播出兩層 來讓法師開到場 那兩層就是大概六億 對不對 你有沒有這種信徒 有耶 有 有 有 對 十二姆 他說有是來騙他了 不是 對 對 有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在 你的修行當中 其實都會有一些魔考 所謂的魔考就是魔鬼的試煉 對 因為我們就是不要有貪念 不要有妄念 我們做不到的不要有妄念 不要浩大喜功 這是在我們 其實我們講到修這一個字 我常常在講修沒有很困難 其實修是在修正自己比較過分的言行 比較不適當的這一些欲望欲念 叫做修 不一定就是修就是很局限 要去出家之類的 那當初我在 其實我一開始要蓋廟的時候 當初節目中不是有講 我用了自己的錢 然後去買了地 就開始有魔鬼的試煉 我那一塊地買了之後 就剛簽約 那簽約我們不是 就是到代書那邊簽約嗎 那一開始是付了頭期款 然後後面還有很大筆的 要經過一些手續才會付 過了一個禮拜 代書就打電話來了 因為我那時候都沒有說 我的地要做什麼 然後他就說 了解 我跟你講一個好消息 代書打給我 我說代書怎麼了 他說你那塊地 有人要買 就指定要買你那一塊地 然後說你才剛 他問我說你才剛簽而已 那他就是說也不用再簽了 他就直接給你350萬 那對 就是這個地 你就不要買就給你賺 就給你賺 對對350 馬上有個差價了 對對 就有差價就給我 我就說不行 我這一塊地有特殊用途 我不賣 好 我一說不賣而已 再過一個禮拜 他說這樣好了啦 他說一千 兩千 三千 四千 水仔你開 水仔你開 因為你那塊很看 有四十二米看 他就是要找這樣一塊 水仔你開 你看要多少 就給你 差價就幾千萬就對了 對 他就說他就是要找 這樣的位置 那你馬上來我的代書辦公室 你們就馬上可以簽約 那我就跟他說李代書 我再跟你講一次 我這一塊地有特殊用途 一億我也不會賣 他會不會講說是要兩億呢 就算一億我也不會賣 那其實在宗教裡面 我們在講的起心動念 可以請教你那塊地 總價是多少錢嗎 不行 不行 對 反正就是 就是說我們在講 宗教裡面的起心動念很重要 其實我們有一個起心動念 你有一個不好的念開始 地的所有人就是你嗎 地的所有人 對啊 就是我自己用自己錢 買的一定是我 是 是 對 那就是說 我們的起心動念 你的一個心魔起了 你的念不對了 外膜就進來了